3 2 1 美麗甜心變成火辣舞姬 性感尺度破表啦 Alice 你從今天開始 你可以喜歡跳舞了 你真的表現得很好 不會吧 阿蘇無雙玉團最可愛的氣質美少女 身為表演藝術工作者 她個性卻是十分地害羞保守 但是沒想到經過全新的改造 她竟然能夠如此地性感 好性感 太性感啦 太漂亮我要被吸進去了 可是她從來不會就是 這麼性感 對啊 她是同學口中的三頂洞人 三年沒剪過頭髮 與時代嚴重脫節 讓所有單位面臨開波以來 最艱難的任務啦 阿怪 收到請回答 這次阿怪 Over 以發現可疑人物 三點鐘方向請求支援 到底是什麼樣的改造對象 竟如此的頑強難以對付 事實上最艱辛的改造工程 前所未有的超強震撼 敬請期待 如果生命只剩下三個月 你會選擇悲傷還是吻笑 一位逆患癌症的媽媽 想要留下一張照片 給她最愛的孩子們 作為一輩子的紀念 讓全場動容的感人故事 一位母親的感人故事 溫暖登場 歡迎準時收看 週日大精采 紅白大賞 晚安 大家好 歡迎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 八點鐘準時收看 中視頻道週日大精采 我們這個節目 就可以用16個字來形容 又16個字 來了… 你每個禮拜的功課 因為是因為我們節目呢 每一次的內容的這樣子 推陳出新 我就有一種感受 下心可憐 來 先介紹我們呢 非常專業的幾位評審 本週紅白大賞的評審友 搞笑功力一流的重量級 寫信NONO 國標舞界的超級新興 知名國標舞老師蔡佳玲 主持界的明日之星 婆婆媽媽的最愛何榮 天王天后的專屬編舞老師 自身舞蹈老師張正通 以及我們最美麗的評審長 孫一榮 共同肩負起評比的重則大任 紅白大賞比賽規則 紅白兩隊隊長 曾國城及黑人 將率領藝人進行分項 體格賽 獲得勝利的隊伍 就能盡情戳戳樂得大獎 打上進入第一單元 性感魅惑舞蹈大賞 將震撼你的視覺啦 白天是誰 我先派出這位 你先 他在偶像劇呢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要接班 第一女主角了 因為結合了美麗 知性、感性 而且今天加了一個性感 我歡迎劉哲瑩 我的天啊 你看看他 這首歌的劉哲瑩 老婆,你拍得紅一點 嗨,哲瑩 大家好 哲瑩從來沒有在銀光幕前 好像表演舞蹈這個部分對不對 很少 你不能這樣子問 怎麼會這樣子問沒有禮貌 今天帶來的應該算是一種 國標舞嗎 是 國標舞的內容 大陣仗大排場 派出國標舞老師 三男兩女的組合 聽說在過程當中 有非常精采的 令人不為人知的內容 因為 練舞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去踢老師的重要部位 已經踢到了有嚴重紅腫的現象 踢到了那個狙擊手 你看看 難怪你連笑起來都不快樂 老師是有被踹到 對啊 就是在抱他的時候 他後腳就順便往後勾了 順便是不是 當下的情形怎麼樣 就 一陣陰炫了 但是他 那個力道是有了 剛才走出來 老師就是一個這樣走啊 精采的 迫不及待了 性感甜心 劉哲瑩 宛如林家女孩可愛甜美的劉哲瑩 將由顛覆性的火辣演出 她的性感舞姿 絕讓你小鹿亂撞 海帆天啊 小鹿 是 6 Squish Uh uh Cicero Lipschitz And now The six-year-old witnesses of the cricket tank is over In their rendition of The sound of tango Cicero Lipschitz 6 Squish Uh uh Cicero Lipschitz Up Cicero Uh uh Cicero Lipschitz Up Shopping for labels Shopping for blonde But not up in their one way too It's free Uh Already know what my addcition is I'll be looking for labels I ain't looking for Love That I'm always happy when I walk out the store We're Store Just like a gal at rajas There's nothing to be playing with Love them head I'll kiss them Diss and try to welcome Melanie Kiss Just like a running way But was all a fussing 有 蔡老師剛剛有在看... 其實他剛剛的表演 國標是中間一小段 而已 爵士比較多我想 那其實哲瑩在跳前半段 跟尾巴都很好 就是中間那一段國標稍微緊張 好像有一點點緊張 可是我覺得你真的要有自信 因為你真的非常美耶 真的 她是 就隨便一個舉手投足 就已經很好看 整個畫面就是已經很吸引人 所以你真的要有自信 對 一開始感覺好像 他眼神好像有放空對不對 他可能再故意 就是再看一個點 是放電 不是放空 放空 你放電跟放空都分不清楚 等一下NONO哥好了 讓他感受一下放電 有什麼感受 再一次準備 你跟NONO哥放一下 準備 3 2 Action 有了 現在有了 現在有了 但是他剛剛不是這樣耶 你叫起來剛剛都是放空 他剛剛怎樣 他就很驚慌 就是那個嚇到的眼神 幾度 幾度差點更難鬥雞耶 其實我建議你如果要放電的話 不一定是眼睛要放 對 稍微有點咪 反而更有感覺 對 剛剛看觀眾的時候 對 他是眼睛很大 所以會覺得好像是 因為人家說眼大無神嘛 所以你稍微咪一點 可能更有 哲音一改迎望林家女孩的形象 跳出這段性感的火辣舞蹈 柔人的眼神 加上了人的動作 是不是相當惹火呢 剛才如果那個叫性感 各位 現在全然來一個非常異國風情的 Girl Style 非常女人女孩的感覺 好不好 尤其是一個成熟女人 來帶來可愛的感受 更是不容易 各位 掌聲歡迎 愛麗絲跟Attention 阿妹 天啊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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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幸福 對 你是在六條通嗎 你看起來很漂亮吧 謝謝 謝謝 對 今天為我們帶來這個 異國風情的感受 聽說這次整個練舞的過程 從頭到尾要求清場不公開 因為平常主持 其實不太需要穿得太性感 平常就很性感 平常真的不需要到這種尺度 可是練舞的時候 就會覺得旁邊有人 然後又穿得很少就很緊張 好 這個帶來的舞蹈的主題 叫做什麼 叫做 Gaisha 語氣 語氣 是 一向可愛俏麗的愛麗絲 將大膽化身每一頁性感舞蹟 徹底勾走你的魂啊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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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会吧 好 哎呀 我愛你,我愛你 這是參與,愛你 掌聲鼓勵 E link you see 掌聲鼓勵 Alaris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先看看和容穎怎麼說 來 怎麼樣 而木一芯表演用心 滿平穩的一段 太棒了 是…太棒了 太棒了 但是她真的也把性感表現出來 而且 對 在藝技的這個袍子底下 竟然能夠展現出這種性感的模樣 不容易 耳目意識 耳眼用心 是不是 掌聲鳳老師 剛剛愛麗絲其實跳得很好 謝謝 對 非常的勁爆 非常的火辣 愛麗絲 因為我跟她共四十幾年 十幾年 對 因為一直把她 當作是女諧星的角色看待 謝謝 但是始終覺得她 她有性感的一面 可是我今天終於看到她 性感的那一面 有 對 我感覺好像在看 瑪丹娜的演唱會 是不是 我覺得如果那個哲映 她的性感是藏在知性裡的話 那愛麗絲的性感是藏不住的 就是完全… 完全就是她穿著和服器 我已經覺得她很性感了 那更別是… 更別說她脫掉的那一瞬間 我就很投入 而且我覺得那個舞蹈老師 真的很棒 因為她氣氛整個出來 然後也帶動她 很棒 好的 來 兩隊基本上帶來的 不同層次 不同感受的性感 您喜歡誰的舞台 整體的表現 請舉牌 一面倒的 這摸得有點重哦 愛麗絲大家以前都覺得她是主持人 她可能就是比較在言語上面 其實大家沒有看到 她在舞蹈上面下很多功夫 她現在很感動 真的 哭了 對 你... 對,大家都給她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一下 你聽什麼 她壓力很大 其實我們現在故意來 這樣聊得很輕鬆 剛才一來她看到我 她就... 對,她很認真 所以請大家多支持她 賣得高跟鞋 好啦 因為這個通告 其實三個月前就敲了 三個月前啊 可是我真的不會跳舞 就是... 對,沒有... 真的... 妳只是有點 歇許的肢體障礙而已 不是不會... 看以前公司都說 我的小腦應該發育有問題 所以我常常摔倒 然後我這次又覺得 反正都要來了就 藉這個通告就好好的練一練 我覺得今天來這邊然後 就評審說OK 尤其是還有老司機 我好感動 愛麗絲妳從今天開始 妳可以喜歡跳舞了 妳真的表現得很好 恭喜今天 大獲全勝,紅隊獲勝 出發 愛麗絲,來,跟我過來 愛麗絲,來,快點 好極了 這邊的通告 1到36號 只有贏的人才能夠抽舞 來,團體過來 團體讓你們抽一個好不好 團體讓你們抽一個 今天剛剛有兩個團體 夫婦 夫婦跟我們的 注意力各抽一個 那位老師 注意力,來,先抽 1到36抽的是 21 最大的獎金 88888 他抽到的是 有錢 有錢 獎金 666元 恭喜 恭喜 來,夫婦 夫婦,來一個 夫婦 加 Rumi老師 1到36號抽的是 8號 最高獎金 88888 會不會在8號裡面呢 第二大獎 66666元 好,漂亮哦 什麼來著啊 書本再多也不怕 學生背了笑哈哈 實用紅白書包 價值899元 恭喜 紅白書包 來,愛理師 愛理師 你最後壓軸要抽的號碼 1到36抽的是 3號 我們收視率高 製作費跟著調高了 你看看 多少 6666 紅白大賞 全新特別企劃 全台美食也選 巨虎霸炭烤牛排 讓你口水直流啦 我今天的牛排呢 比臉還要大 大隊 馬隊 對 草原芬芳的味道 我聽到龍珠在呼喊 巨無霸好料理 你可千萬不能錯過啦 她是無衷樂團 甜美可愛的氣質美少女 身為表演藝術工作者的她 個性卻是十分的害羞保守 但沒想到經過全新改造 她竟然能夠如此的性感 好性感哦 太漂亮了 我要被吸進去 可是她從來不會就是 這麼性感 四樓的上半身 對啊 紅白大賞 全台美食嚴選 巨霸料理大賞 評審選出最想吃的料理 獲勝方的評審 就能吃到最無法超大料理喔 馬上就從白隊先來 我們今天要推出了 喜不喜歡吃牛排 當然 你最大吃過多大的牛排 最大 大概12盎司 最多20盎司 我這個20盎司 紐約牛排或者鴻屋牛排 對不對 20盎司 那個喔 那個是菲力 超級美國菲力 跟你們報告一下 我今天的牛排呢 這個比臉還要大 比臉大 歐尼爾的臉 歐尼爾的臉 那長得不是 那長得不是跟風箏一樣啦 差不多 足足有 96盎司 3公斤 20盎司 像我們這種身材 像我跟NONO這種身材 如果我們 OK 像黑人 我們吃20盎司 你印象中有沒有吃過這麼大的 很撐很撐 旁邊的那些什麼東西都不能吃的 可能吃不了 可能只能吃一口吃不完 20盎司的肉吃完 我算過 大概要一個半小時左右 最少 最少 太多了啦 我們這96盎司 比正常的牛排大八倍 那就是現在下午三點吃 吃到晚上9點半左右 是不是意思 我們不需要這麼久的時間 不需要 因為今天啊 贏的話 大家都有份 如果 各位評審 如果投我牛排一份的話 等會兒大家都可以一起吃 真的嗎 確實 別急 兩邊都是好料 先看看他們端上來 是什麼樣的牛排 好 我們歡迎 牛排是老闆顏謹筠小姐 歡迎 哇 原汁原味 比兩台大的牛排 出出96盎司重量 達3公斤 這選美國牛肩夾的肉 哇 看到我們這個了沒有 好 領班 幫我們端一下 這是正常Size喔 正常Size 先給我看一下 這位帥氣的年輕人 端出來是正常的 各位看一下 吃過牛排都知道 大概就只有5盎司 8盎司左右 這個是幾盎司的 3 12盎司 12盎司已經算大塊了 這已經算大份囉 那就是超級的就要來了 來 96盎司 價重量3公斤 漲的是 1、2、3 各位觀眾 3公斤的重量 好誇張喔 這是原版的 各位看看 八倍大 評審注意看到喔 這是牛肩夾的肉 老闆娘說了 這是頂級的牛肩夾肉 好不好 美國牛對不對 對 可是這樣會不會很難烹調 你這麼大一塊牛肉要這樣子 對啊 差不多要烹調的話 炭烤差不多20分鐘 烤盤要配合啊 那剛剛有一個容量 大概要有工具啦 對 要烤20分鐘左右嘛 對 要 這大概幾分熟 四分熟 因為來到現場 迷邊瑞 四分熟 搭配旁邊的配料 現在準備 這怎麼切啊 我怕它是切不下去 因為這個 我們攝影棚這麼冷 很嫩嗎 還算軟嫩 一切開好香味都跑出來了 Oh my God 像這個通條啊 忍不住喝 忍不住喝 晨晨哥 有加海鹽 吃牛肉 好 先吃原味是不是 好嫩哦 嫩到怎麼樣 而且它有帶一點點生 但是不會腥 你最好能夠把這隻牛 縮成活的就厲害了 晨晨哥你怎麼了 看到美食它要積極了 真的哦 超美的 對 對 就是要加舞 這是滿深的耶 這其實滿深的 這一塊 導播 好 好 好 四分 你想吃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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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怎樣 怎樣怎樣 草原芬芳的味道 我聽到農夫在呼喊 No 我不回去 一回去我知道 這一條是不歸路 你是被牛不生對不對 你在關落鷹啊 你看到這麼多畫面嗎 有嗎 真的嫩 你不能吃實在太可惜了 你自己開餐飲業 是不是三分熟 確實是 是吧 入口即化 會化掉的牛肉 會化掉的牛肉 我們有精采的VCR 來看一下好不好 你想要體驗美國西部德州風情嗎 來到這家位於三隻德州烤肉店 準沒錯 老闆以牛仔主題打造店面 讓人有如自身美國大西部 其中最著名的熱門餐點 就是這道超誇張96盎司的大牛排 這一道比臉還要大的超大牛排 嚴選美國牛肩甲肉慢火炭烤之作 鮮美的肉質 飽滿的肉汁 讓吃過的顧客都讚不絕口 而老闆更推出一小時之內一個人 吃完這道牛排就免費的活動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挑戰看看啦 好香喔 口感怎麼樣 口感怎麼樣 五分頭肉吃起來的肉真的很軟 很好吃嗎 很好吃 超軟的 肉汁 就連王建軒院長 都是店內的老主顧啦 這麼美味的牛排 如果你沒有嚐過 一定要找時間來試試呢 絕對美味的炭炒牛排 會讓你想一吃再吃 評審大人們一定要選我啦 接下來是我們紅隊的巨無霸 相撲拉麵 歡迎馬遠輝先生 相撲拉麵啊 單爹 你好 這裡請 這個巨無霸拉麵各位小心 他只要兩個人挑戰 聽說 剛才那邊有優惠 我們這邊也有啊 有嗎 兩個人 他是一個人吃 對不起 我們這邊給的優惠更厲害 兩個人挑戰把他30分鐘之內吃完 一碗麵 30分鐘之內兩個人吃完 是不是免費 而且聽說還有獎學金是不是 對 沒錯 多少錢 怎麼樣 那也是 今天我們在把牛肉端出來之前 要知道我們的牛肉 還附加了什麼的好料 剛才那個96盎司的確感人 但是一碗麵 兩個人吃30分鐘3千塊 你要彈嗎 不要 三千元的話是獻給嗎 是 那這樣吃到什麼程度 連湯都喝完 連湯都喝完 對 對 目前有沒有人挑戰過 目前有人挑戰還沒有通過 還沒有過關過 也是兩個人一組這樣 對 兩人一組 對 30分鐘是吃過完 30分鐘 我們 我們先看正常的拉麵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好 這位美麗的助理小姐 這就是我們正常的拉麵 這個海鮮的湯頭 哇 裡面有非常漂亮的叉燒 這個叉燒如果沒有看錯的話 還是自己手工自己做的 沒錯 那個是全部手工自己做的 看一下巨褲霸拉麵長什麼樣子 一 二 三 哇 你拿那什麼湯匙啊 比對一下 比對一下 好像一個盆子喔 這才是我們的巨褲霸相撲 相撲拉麵 不知道 請問這幾人份 我們這個是十二人份的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臉盆 有沒有機會加分 就看他們講得怎麼樣 不能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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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一個平安 斷的話我看 接下來 所以你也算犀利驚人耶 喔 Yeah 好的 看到愛麗絲滿足的表情 還高興地手舞足道 想必這一碗拉麵一定是好吃到會彈牙 老天爺給我來一口吧 今天我們來到這家位於台北車站附近的日式拉麵店 就是要鄭重為您介紹這碗 巨褲霸相撲拉麵 這一碗份量十足的相撲拉麵 吃起來香Q彈牙 是老頭們的最愛 他採用嚴選小麥製成的麵條 搭配以大骨海鮮蔬菜及水果熬煮的特製湯頭 將中華拉麵融入日式和風 以及用來自花蓮純淨沒有無藍的優質豬肉 製成美味彈牙的叉燒肉片 再結合甜味的高麗菜 讓吃起來的口感新鮮美味 嘗過的人都難以忘懷呢 煎雞菜很香 肉QQ的然後回來爛爛的 很好吃 還滿好吃的 湯頭甜甜乾乾的 還想再喝一碗 濃郁的湯頭以及嚴選的麵條 加上香噴噴的茶燒肉 這麼美味又物超所值的 巨無霸相撲拉麵 等著懂得品嚐的你來挑戰啦 謝謝 精采 這一碗相撲拉麵 十二人份的麵條在裡面 三十分鐘之內 三十分鐘之內吃完免費 再加獎絕金三千塊錢 兩道非常無敵的料理 一個差異也很大 一個是牛排 巨無霸牛排跟巨無霸拉麵 各位評審 透過畫面 透過VCR的介紹 透過剛才我們的口感的詮釋 你想吃什麼 請舉牌 紅增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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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增華盛 不過這牛排也是精采了 有一個獨注 來 我現在可以體會朝簡剛的心情了 朝簡剛 他每次都有吃到有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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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O先來 NOGET GO 他很會吃 西宮喔 他很會吃 嚴主吸塵器 何榮 你為什麼不選我 對 何榮老師 你為什麼想吃牛排 沒有 因為我覺得看起來 那牛排是比較好吃 而且我擔心的是那個麵 萬一它那個湯汁收得太多的時候 那個會比較好 軟 請配合這個音樂 請配合這個音樂 他講得哀傷一點 我剛剛一直很不想聽你們 在講那個麵到底有多好吃 因為我很想吃 要不然我再吃一次給你看 超好吃的 欸 蔡佳麟老師 你為什麼選牛排不選拉麵呢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吃牛排啊 對嘛 然後他看起來又那麼多汁的樣子 就超想吃 多汁 對啊 今天獲勝的恭喜 紅隊再次獲勝 恭喜西五大王 謝謝 你知道哪裡有好吃 又特別的美食料理 歡迎你吃好豆瘦布 古典音樂美女超尺度驚人蛻變 絕對超乎你的想像了 現在就是等一下真的要請他 剛剛人還是有點多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因為這個很可怕 我覺得很容易曝光 不可思議的改造過程 將獨家登場了 他是同學口中的三頂洞人 三年沒剪過頭髮 與時代嚴重脫節 讓所有單位面臨開波以來 最簡單的任務了 阿怪 收到請回答 這次阿怪 Over 已發現可疑人物 三點鐘方向請求支援 到底是什麼樣的改造對象 竟如此頑強難以對付 史上最艱辛的改造工程 前所未有的超強震撼 敬請期待 明星開麥拉 普普風藝術大師Andy Warhol曾經說過 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的成名機會 但成名的人卻不見得有十五分鐘的美麗 而明星開麥拉制推出以來 成功了為許多藝人留下完美的一瞬間 像是紅布拉斯 陳維銘 寶娜 還有喝一行都有驚人的改變 也因此我們將助教衍生項目的大眾 開麥拉制播出以來 我們秉持了每個人 都能美麗一瞬間的原則 完成了許多不可能的改造任務 就像是超級宅男變身時尚潮男 韓後的體育老師變身型男偶像 古書的英文老師化身為亮麗名模 中性經紀人變身甜心女孩 以及史上最不可思議兼具改造任務 繪持了完美變身 一張張不可思議的美照 改造團隊再度化腐朽變成奇 而本週將挑戰的數人有 音樂界的古典美人挑戰性感美照 山頂洞人將挑戰時尚平蘭 三十六歲的媽媽想留下一張 帶著微笑的照片送給她的孩子 究竟她們將呈現什麼樣震撼美照呢 已經開麥拉 Action 這單元可以算是本節目的招牌了 絕對是招牌 透過我們節目呢 製作單位的用心經營 讓每一個背後 每一張照片背後的故事 讓它得以放大 得以讓每一個全台灣的每一個人 一起來感受 秉氣凝神 一起來看看我們今天 哪幾位非常精采的個案 第一位 她是古典氣質的美少女 化身成為性感的辣妹 她是誰 來看一下我們的委託人的VCR請看 這天週日大精采的特派員阿達 接到一通很特別的來電 喂 你好 喂 你好 請問是週日大精采的製作單位嗎 是 你好 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 你好 我是無雙樂團的團長 有件事想請你們辦個忙 無雙樂團 無雙樂團 不是之前曾設邀在節目中演出的 女子樂團嗎 她們會有什麼忙 需要我們協助呢 那請問 我們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 是這樣子的 上次去錄影的時候 看到你們有一個單元很棒 叫做開麥拉 我想幫我們一位團員報名 幫你一位團員報名 無雙樂團團員各個以揮樂器 又都是漂亮美女著名 她們怎麼可能有團員 需要接受改造呢 中山北路二段 就是這裡啦 40號 阿達立刻動身前往無雙樂團團練的總部 尋找這位需要被改造的團員 迪達練團是團員正在排練 悠揚的樂聲讓我們忍不住停下腳步啦 無雙樂團 無雙樂團高水準的演奏 讓我們差點忘了今天的任務 放眼看去 無雙樂團每位團員都很有特色 有的帶點古典氣質 有的是清新脫俗 會是誰 哪位團員需要被改造呢 我們心中全是問號啦 原來就是她 武雙樂團的善鼓手捧捧 捧捧演奏時專注又認真 甜美的外貌更讓她擁有超高的人氣 這麼甜美可愛她 會有什麼問題呢 捧捧她就是太害羞了 沒有自信 其實我們當初找她的時候 她就一直拒絕 一直拒絕 然後到入團到現在還是懷疑 就覺得說自己是不是僥倖入團的 其實她是真的很不錯 就是沒有自信 從少爛無雙裡面 最沒有自信的女生 是 每次挑出最多 她每次都會用瀏海 就遮住就不希望大家看到她 而且她的打斧都站在最後面 所以就是都幾乎都看不到她 她就希望越後面越好 妳知道那個漫畫 有那個斜線的感覺嗎 就感覺背後都沒有硬 她身材OK嗎 沒問題啦 她的腳很美 她腳還滿漂亮的 她沒說她是長度遮住 對 我跟她Sandy Sandy Sandy 沒想到團員們 對蓬蓬期待那麼高 蓬蓬有勇氣接受這樣挑戰嗎 妳要不要幫妳幫我們 去開麥拉開招 我知道啊 可是我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很可怕 我覺得我自己不能像 就是他們講的那樣子 因為他們想要我變得很性感 跟我平常這沒有人說過的性感 我覺得這很難 不然就是試試看 蓬蓬加油 我們大家都支持妳喔 蓬蓬一定可以變成性感女神的 我可以把我變成一個女人回來 加油加油 妳會很漂亮 我相信妳一定可以 無雙就靠妳了 缺乏自信個性內向的蓬蓬 有可能克服內向害羞的心理障礙 再完成挑戰 讓團員們跌破眼鏡嗎 無雙樂團還有印象嗎 當然有啊 上次來的幾位長髮飄逸了 學音樂的人 他就有特殊的氣質是吸引人的 可是確實喔 他是好像比較冷靜的一位 點不然啊 有啦 有點避暑啦 對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單元 顛覆所有人對於各行各業的看法 對 無雙樂團 所以我們來過老師啊 對 我們來過很多行業的人 很多領域的人 四神湯老闆娘 四神湯老闆娘 對 我就知道你還在想他 沒有 那個討論都滿高的啦 今天他們的團長 他們的委託人 就他們成的團員 一起來到現場 來 歡迎委託人出場 歡迎 團長還有我們無雙樂團一起來 今天來了其他的五位 來 歡迎 這個團體 印象全都好了 團長好 團長好 來 團體先 來 多可怕 有沒有 這些都是學音樂的 好漂亮 無雙樂團的這十位 可以說是十大驚猜 可以這麼說 都是你的一時之選 可以說你的審美觀念 還不錯就對了 是不是 謝謝 這一位啊 彭彭是真的個性比較害羞一點嗎 我們最近要出專輯嘛 然後也要出寫真書嘛 然後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然後還要彭拍外拍的時候 就發現彭彭就是那一個最害羞的 最沒有自信的 所以很期待後面這張照片對不對 我不會啦 你不期待嗎 是還好 另外兩張我比較期待 因為是你學生 你會覺得要有點距離這樣 你今天專程幫你們團員報名 來到現場看另外兩張 被發現了對不對 這是什麼習慣啊 不是 老師叫撇親 準備了 彭彭從來沒有挑戰過性感的尺度 二十三歲 身高一百六十五公分 今年只有四十三公斤 好瘦喔 他的散鼓手彭彭 拍了一個什麼樣的造型 如何讓古典氣質 又個性內向怪癖的這一位 變成性感辣妹 準備 一 二 我的媽啊 我看到腳痕 好性感喔 好性感喔 太性感啦 他的腳不能太長 你們有一個誰說他腳很漂亮 是誰講的 你講的 他腳真的很長 我的媽啊 團員 團員 團長 一起來一下 到前面跨山步過來 來 你覺得你的團員怎麼樣 我想摸一下那個腿 摸什麼 腿 妳以為摸一下會有感覺嗎 太漂亮我要被吸進去了 其實還滿跳痛的 因為我認識他很久 可是他從來不會就是 這麼性感 四螺的上半身是嗎 對啊 就是他 這不是平常的他 就是平常的他 不太可能會這樣 平常的他誰會這樣 對啊 就是他就是很跳痛 妳講話滿有原住民部落腔的 因為他拍照那天我有陪他去 而且他那天我都不敢直視他了 陳怡蓉妳看到什麼 我看到一個 人 真的 我看到一個 一個象形文字人 人耶 給他們一個這個無雙樂團建議 以後鼓手擺在最前面 從今天開始他就移到第一排 對 應該我覺得 而且一定要這個打扮 團服可以全部改這樣 團服改成這樣 那省不少 每一個人 對啊 好啦 奧老師 他的本人落差有多大 歡迎 蓬蓬出場 氣質害羞美女即將火辣現身了 開麥拉遇到史上最艱然的任務了 我們不惜砸下重金 出動開幕以來最高規格 本來伸手腳尖的飛舞隊 只為了帶他回來改一招了 天啊 這看似山頂洞人的大學生 你絕對想不到他竟然可以變得 如此的帥氣了 帥喔 帥喔 帥帥 這是老歐嗎 帥帥帥 他是姚元昊 一張照片的力量能有多大 竟讓現場所有人為之動容 無法言語 就連一向搞笑的NONO 也止不住淚水 一位母親偉大的感人故事 即將美麗登場 歡迎蓬蓬出場 哈囉 165公分的很好的身材 卻只有43公斤 長得非常的勉腆而避暑的這一位 永遠把瀏海把臉遮住的這一位 你還沒看到你的照片對不對 想看可是... 麥克風 麥克風來 想看可是還沒看到 想看還沒看到 就在後面喔 準備好沒有 準備了 請轉身 怎麼樣 很好 很好 妳再給我冷靜看看 妳難道沒有一間火焰 點燃心中那個慾望嗎 有 很棒啊 真的很棒 而且他們都很專業 就是... 謝謝妳的誇獎 就是再造的過程 就是他們都很保護我 我覺得他們很重要 再造的過程 他是照相的過程 所以我們算再造父母 內向害羞的彭彭 從可愛甜心的古典美女 變身俏麗性感的美眉 究竟彭彭是如何突破新房 完成這張美照 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不好意思 我遲到了 因為我剛剛演出 然後特地趕過來 然後外面還下雨 這件衣服應該可以吧 我平常都穿這樣 上面還有小花超可愛的 我原本想說 就這樣子穿去拍照 但是我們的團員覺得很不OK 因為他們覺得我超不性感的 然後他們說應該要性感一點 可是我從小到大 根本沒有人說過我性感 而且我也不知道 怎麼做性感的表情 我希望今天攝影師可以 教我怎麼做一些性感的動作 然後大家可以幫助我 然後變身為性感一點的女生 彭彭是無雙樂團 最缺乏自信 對自己最沒信心的女孩 拍照當天 團員特別來陪她 還幫她挑選參考照片 拍這個啦 這個好 這真的要給她拍這個 快點去問她 請問她從哪裡 好 好 你看我剛剛看到一個 超適合你的 哪一個 你看 天 大挑戰耶 超適合你的 拍這個啦 拍這個 可我又沒有修 有啦 我超... 超... 生性害羞的彭彭 看到團員挑了照片 完全大傻眼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換上服裝 彭彭準備正式拍照 但是這是什麼東西啊 妳怎麼會偷偷加一件褲子呢 有小褲子拍嗎 剛剛不是幫妳搶好那個衣服嗎 剛剛不是弄好嗎 我不要 妳要穿那個褲子拍 對 要穿這個褲子拍 要穿這個褲子拍 小燕說過嗎 剛剛造型師不是有幫妳搭好 就是有件馬甲配件 我覺得 是太多人妳會害羞 對 而且我覺得等一下拍的話 可能要請旁邊的人出去 真的 那我請男生他們出去 然後我們都試好 然後再讓妳脫掉這個褲子 這樣嗎 可以 但是要其他人都要出去 所以妳只先穿個褲子走出來 妳不要嚇我 我以為妳要穿這個褲子 對 要幫妳搭好 好 那我們先試光 然後等一下我請就是 沒有必要的男性 都請 看得出來彭彭真的非常緊張 我們立刻清場 希望彭彭可以在自然的情況之下 展現現感又自信的表情 這邊 對 然後這邊縮小不停 然後妳不要把衣服弄變形 來放 再重來一次 順著這樣放上去 輕輕地放上去 手指頭張開 張開就好 手套拿掉 手套不要 眼睛看著 不要動 然後這隻手 一點點要去撐開 這樣 撐高一點 沒關係 彭彭太緊張 導致肢體非常僵硬 表情也確生生 無法展露性感 完全不像她在彈奏樂器時的自信 你不習慣穿過高的時候 我平常都不穿高跟鞋 那你都穿那種娃娃鞋 我都穿布鞋 所以你這樣已經有點戰布 你這樣 很撐 怎麼很撐 就是要一直撐在那 而且我不知道怎樣才叫性感 人家是學會性感 對啊 然後他們在教我 對 對 為了讓彭彭能夠放海心胸 順利進行拍照工作 攝影師耐心的指導 團員也在一旁拼命的鼓勵她 終於蓬蓬漸漸卸下心防 拍照也漸入佳境 不論是表情動作 都成功展現出 性感的嫵媚神情與知識 拍出的這張自信與性感 都堅決的美照 突破她以往給人的害羞形象 來 沒一點 你抱著 你幹嘛超正的 我在旁邊看 天啊 整個 拍電影想來拍照 超正 超性感的 超可怕 這張很棒 NO 直接穿這樣出門好了 NO 好 先換衣服 好 先換衣服 有點誇張 現在就是等一下真的要清場 剛剛人還是有點多 我覺得是 所以你是希望 你今天真的比較難看嗎 最好吃 越少越少越好 因為這個很可怕 我覺得很容易曝光 那你拍照 一拍完照 蓬蓬急忙找衣服 把自己包住 剛才瞬間捕捉到的自信神情 又在蓬蓬臉上消失了 好 好 我剛剛說平常說這個也 還蠻容易曝光 我說樓上有人啊 叫樓上的人走開 蓬蓬 你的眼睛也太尖了吧 放心 我們會嚴格要求清場的 面對即將嘗試 從未挑戰過的大突破 蓬蓬也請團員特別幫忙注意 正怕自己一不小心就穿方龍 好 這樣兼具性感與普魅 眼神充滿自信光彩的蓬蓬 是不是很迷人呢 看完了我們的第一位之後呢 接下來是我們今天 唯一的男性朋友 可是他的主題更驚悚 我覺得呢 為什麼用驚悚來形容 現代文明的社會 我們住在水泥的叢林裡面 怎麼可能還有 他是這麼糟糕的一個打扮 山頂洞人要變成時尚的士生 這個難度對我們來講 可能著實是 為什麼有人委託 還要來拯救這位山頂洞人呢 來一起看一下 這一天主黨為例行 過濾報名信件時 讓今天的特派員阿達 發現一張非常驚人的照片 這麼大精彩 這人怎麼長這樣啊 他是不是還沒有進化完全啊 我的天啊 太可怕了吧 有封信 請救救他 他是我們大學同班同學老翁 同班三年來從來沒換過造型 完全與時代脫節 而且他的行為舉止非常怪異 只能說是個極危險的角色 所以拜託你們徹底的改造他 讓大家能放心的畢業吧 是個極危險的角色 這個任務當然是不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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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電話 為了深入了結狀況 特派員立即致電給報名的許同學 詢問老翁時常出沒的地方 老翁還滿常到台大校園看書的 台大校園 那他有沒有什麼特徵 可以讓我們比較好發現他 有啊 他隨身都會帶著武器 武器 對啊 他都會帶著一把劍 什麼 劍 天啊 真的是有夠怪異的 這一次的美照主角 就是照片中這位隨身帶劍的龍 讓特派員決定馬上出發 繼續到這位傳說中的危險人物 開麥拉也將出動開波以來 最高規格 阿怪…收到請回答 這一次的阿怪 Over 已發現可疑人物 散點鐘方向請求支援 收到 Over 快 輕一點啦 夏天收的任務也太熱了吧 沒辦法 今天這角色超危險 他隨時隨地都有帶劍 真的嗎 帶劍 我先走了 回來… 等一下啦… 他來了… 他來了… 眼前這個看似高大威猛 有如綠居然浩克一般的身形 該不會就是傳說中的老翁吧 應該是他 誰找賠東西嗎 應該就是賤 是釣竿吧 我們走 回來 繼續趴 快 我們走 我們為什麼要趴著 是我趴的 快速轉了 直接趴著… GO GO 目標確定後退派演 與山災版的 飛虎隊成員 決定主動出擊 與老翁展開正面的對決 好 好 好 經過翻雲覆雨的廝殺 任務終於達成 順利將老翁帶回徵訓了 而緊接的製作單位 將面臨史上最艱難的改造工程 挑戰不可能的任務了 好 經過偶心利息的徹夜改造 山頂洞人將有讓你料想不到的大改變 我可能希望你從這裡電梯 不會 超帥的 可以嗎 微笑啊 嘴角要上去 對 最上去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對 眼睛要打開 眼睛打開 對 嘴角再上去一點點 看這邊 對 絕對震撼超強改造 山頂洞人即將驚人現身了 在特派員大廢州當將老翁帶回 並說明改造任務的緣由 沒想到老翁的回答竟然是 你知道我們要改造你嗎 我知道啊 你知道 因為我跟同學賭書了才來啊 賭不賭書 沒錯 觀眾朋友你沒聽錯 因為和同學打賭書了 所以老翁才答應同學前來改造 但是究竟他為何出門 得要隨身在人的一把劍啊 防身啊 因為出門不知道會遇到什麼啊 你不覺得外面壞人很多嗎 不論老翁上課 看書 不管走到哪 木劍是絕對不理神 這樣特殊的癖好 讓他成為同學口中的怪咖 即使如此 老翁人員卻出奇的好 因為就讀電腦工程的他 對大家可是有求必應啊 老翁我是小黃啦 你有沒有誇出電腦 我沒有耶 你給我買一個老翁 拜託老翁 喂… 好啦 原來專精電腦的老翁 最常做的事就是幫同學買零件 組裝電腦 這樣熱心得他大同學十分的感激 因此想為他做一件事 那就是徹底的改造他 他平常是真的很滿熱心的 就是比如說同學電腦有問題 他可以幫忙修 甚至消口餓了他會幫忙餵 只是他的行徑真的非常的怪異 他從來沒有剪過頭髮的 但我看得滿驚訝的 所以你們希望老翁改造出來以後 是什麼樣的形象 行難 天啊 這難度也太太太高了吧 為了能夠不負全班同學的期望 我們決定活出去了 首先要搶救的當然就是他 那一頭比雜草還要雜的亂髮 因此我們立刻將老翁帶到 知名的專業造型沙龍 尋找我們的美髮救星威 三年沒剪過頭髮的老翁 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呢 不亂間斷 只能修一點點 好 你放心 只幫你修一點點 好不好 好 沒想到老翁對自己的頭髮 還亂堅持一把的 難道你不知道你的髮型 已經到了害人的境界了嗎 究竟這位傳奇大俠老翁 改造後會有多驚人的改變呢 這應該是播出史上一大挑戰 一開始看了那個頭髮 我以為是假髮 因為她頭髮長得太不自然 我們在之前呢 這個還沒看到這個本人之前 製作單位是說她的頭髮 她的電腦微積分相當的強 所以呢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她 她可能是羽人 你說比較有自閉症那個 以前達斯汀霍夫麥有沒有 那個對於數字 或對於一些東西特別厲害 對 她患有自閉症 但她數字特別明顯 對 可是特別強 那你不去問 這樣子乍看看影片 你會覺得說 她是不是應該有 對 她背刀在校園出現 一定有卡到什麼 你不覺得她很陰沉嗎 真的相當詭異 她比剛才那個捧捧還陰沉 捧捧 就是會那個 吳雙玉才躲在後面打鼓的那個 你拿她比捧捧 而且同學幫她報名來這個節目 分明就想毀了這個節目 同學今天剛好有來 就是她委託人在哪裡 委託人請出列 好不好 來 委託人請拿幾位 我們只要敢報名 我們就敢收 我看你幫她報名 是想要突顯你自己的帥氣吧 心機這麼重的同學 是不是剛才訪問到 畫面裡面那個許同學 是不是你 對啊 你是那個許同學 對啊 那你們今天來了多少個同學 十幾二十個吧 十幾二十個 在哪裡 來跟我揮揮手一下好不好 揮揮手一下 畫的心態 那你會站出來 應該也是賭書的站出來 差不多啊 你看吧 因為她接受訪問 對不對 你同學真的背刀在校園晃 對啊 那個是效果影片吧 她平常背刀 你們沒有人是說 老師出來支持她說 你這樣會嚇到同學或什麼 沒有 可能大家以為是 所以她從來沒有打開過囉 沒有啊 搞不好裡面真的是掉竿了 你們有人跟她同學 是非常好的嗎 她應該沒有什麼好朋友吧 有啊 你的短話沒有影響她啊 你過來 你一起來 你過來 你過來 來啦 我們要怎麼稱呼你 你叫什麼名字啊 我叫蔡依林 周杰倫耶 蔡依林 不,蔡依林 來,準備,五連 他也很害羞哦 平 你跟你... 還說不是來看笑話的 那他功課好不好 他應該不錯吧 算中等 中等 蛤,他不是說微積分很強 才中等而已喔 因為我比他更好啊 這兩位都想突顯自己的優點啊 踐踏同學至尊嘛你們 你比他更好 好的 全班都一起見證啦好不好 你的同學山頂洞人 可不可以被我們打造成精品的帥哥 我...我快崩潰了 到底 這位同學 他們班的山頂洞人 本名叫做陳翁陳偉的老翁 22歲的老翁變成什麼樣子 1 2 3 什麼 好厲害哦 陳偉的老翁 我的天啊 什麼 這是老翁嗎 陳偉的老翁 陳偉的老翁 陳偉的告訴我 你看到什麼 感覺怎麼樣 整個就很帥啊 帥 超帥 對啊 比你們學校最帥的F4還帥 許同學怎麼樣 超帥 超帥 不一樣的 你有太多形容詞了嗎 就簡單的形容詞就好 來,愛麗絲請起立 我的天啊 這是誰啊 他是姚元昊 對 對,有點像 他從麻緣彰晃 變成姚元昊 麻緣彰晃 有些人還不曉得 那是日本真理教 在地鐵上放毒氣的那個 放毒氣 恐怖分 真的有點恐怖 劉哲瑩請起立 我覺得他其實臉還是會有憂鬱的感覺 但是整個人變不一樣了 就之前那個是看了就 就是很想趕快走 然後這個就是看了會覺得 他好像是個 有點憂鬱的帥男孩 至少是滿有型的對不對 尤其這個頭髮依照之前的量剪下來 應該已經剪掉兩斤多了 對啊 剪到兩斤多了 我們呢 現場的看法如何 NONO 這個應該是頸部以上切除的感覺了 就是換一顆頭了 真的嗎 你真的有覺得換一顆頭的感覺 對啊 那個頭髮剪得真好耶 他那個不只三年沒剪 好像之前好像三年沒洗吧 對啊 而且他有少年擺對不對 我看他頭頂都白白 光看VCR都感覺有聞到味道 對 就是 那個 我覺得就像剛剛哲瑩說的啊 他之前卡到的那個 沒剪頭髮的感覺 就是卡到就趕快閃掉 可是他現在是那種 還是卡到的感覺 但是那種卡到會覺得 你怎麼了 我可不可以幫幫你 妳會想關心他 對… 我可以付出我的關心 就是有憂鬱的那種感覺 我願意接近他 真的嗎 對… 這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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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等一下再揹劍出來還是不可以 來 現在馬上邀請 老翁翁成瑋同學 歡迎 真的被揹劍 動人究竟會有什麼巨大的轉變啊 我不確定明天 是不是能夠醒過來 一位母親 用愛延續生命的感人故事 媽媽真的很愛很愛妳 她不為病痛 樂觀地活著 讓所有人感動不已的故事 即將打動妳的心扉 同學 同學 歡迎 真的被附見了 我的天啊 來,老翁 這個麥克風先交給你 那個老翁,你往後退兩步 她偷瞄 不能偷瞄 閉眼睛 眼睛閉起來喔 在這裡 請向右看 右邊啊 這是你啊 看不出來是我啊 好痛心 我真的看不出來啊 你好冷靜喔 我只認在我自己衣服而已 你今天的穿著跟感覺 只是一個比較壯碩的木乃衣啊 那還真是抱歉啊 那真是抱歉 陳哥 我沒有禮貌 滿有禮貌的,何姐 你還在那裡 他... 對,他很有禮貌 很有佳教 你敢生氣把木劍啊 對... 你這根木劍 今天為什麼也想帶來 你已經變型男了 只是一個人帶的時候 一個人出遠門的時候 總是要防身 因為到外面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你這是木劍還是撞球單啊 沒有啊 那都有啦 一個竹劍、一個木刀 還有木劍喔 打開來 竹劍、木劍都有耶 我們可以打開來看一下嗎 可以 可以 冷靜 大哥冷靜 我只是說請冷靜 真的很可怕 他帶這個幹嘛 這隻也學劍道 還有... 對打... 這是什麼 木刀 木刀 這一隻猛喔 這一隻應該是 他是獎 獎嗎 你拿他的劍這樣刀在玩 他會攻擊 他生氣耶 他好像在侮辱你的刀 生氣 你有這種感覺嗎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沒有啦 在大眾之前不能沒辦法攻擊啦 他想攻擊 你可以告訴我們 為什麼頭髮三年沒有剪 這... 我不能講 很抱歉 為什麼不能講 欸 可能是宗教的關係啊 沒有 絕對不是 我們一定要穩住 沒有 宗教的關係嗎 因為這是我們大家關心 因為同學 同學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他頭髮沒有剪 因為都沒有人知道 我們問過所有目前還活著的人 都沒有人知道 好好奇喔 抱歉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請問現場的朋友想不想知道 想 這很漂亮 真的 抱歉 我只能... 我只能對觀眾說抱歉 真的很抱歉 我把它剪掉以後 應該會有很多異性跟結論 如果 老翁你是後面這張照片 平常 你往後再看兩眼 你相信我 好帥喔 好 現在回到正面來 腳過來 你只要平常是這個打扮 你的女朋友 就等著你挑而已 就等著你點頭翻牌子啊 還得要通過我 所以爸爸媽媽好可愛喔 會影響你交友嗎 父母親會影響你交友嗎 交易性的話會 不是交易 交友啦 誰要跟你交易啊 交易性啦 交易性 交易性 來 我們再看看他第二張帥照 好不好 來 第二張照片請看 老翁的一頭亂髮 讓設計師看了也拖大氣 馬上發揮神奇剪刀手的功力 搶救老翁的造型 改造完畢 我們立刻將老翁帶往拍照現場啦 進行拍照前 我們特地準備隱形眼鏡 要老翁幫我們戴上啦 請問一下 你可以幫我戴一下隱形眼鏡嗎 隱形眼鏡要自己戴啦 你沒有戴過嗎 你沒戴過吧 沒有 那你先把它打開 一個小小的東西 拿起來 小心喔 不要掉出來喔 拿著用十字和拇指夾住它 輕輕的 拿起來 你把它揉爛了 等一下我拿給你好了 你看著鏡子 然後你把它放到你的眼睛裡面 讓輕鬆不用怕 等一下 你眼睛不可以閉起來 等一下我再放 好 戴進去 眼鏡是還沒戴上去 手就抖個不停 真是失敗中的大失敗 我看還是讓老翁練習幾個姿勢表情好啦 我說一二三你就說這個 好 知道了 一二三 嘴巴不要抽動啊 嘴巴不要抖 你在緊張嗎 嘴巴不要抖 放輕鬆 看鏡子裡面的自己 真的喔 你在幹嘛 沒有 那不然你是笑的好了 笑得很開心 看到女朋友笑得很開心 看鏡子 看鏡子 問題是我沒女朋友很難講笑 看他媽媽笑得很開心 相信我媽媽看到這段影片 應該會落下感動的眼淚 化完妝穿上西裝的老翁 完全變那個人 越來越有架勢 但不知道他能不能呈現帥氣表情 起 肚子有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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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翁的一號表情 讓在場工作人員哭笑不得 我看是直接拍照 讓攝影師現場指導好啦 但沒想到此時我們發現 老翁更大的問題 那就是 他有個淺金重的眼皮了 我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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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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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現在這樣大 等他 1 2 3 對 妳哪有這樣大 神魔 不要鼻孔真大 眼睛 眼睛 打開 再打開 有力氣的看著他 對 上次對 記得這個感覺 等一下就會這樣 1 2 3 真 撐 他累了 眼睛是看下來的喔 一二三開 整開眼睛 一二三 加油 你覺得拍照會不會很辛苦 攝影師還蠻辛苦的 因為不知道要怎麼用眼神 撐 一二三 三 三 他不好看 老翁的眼睛一直呈現無神放空的狀態 攝影師自好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取進 工作人員也不斷提醒他睜大雙眼 老翁終於排出了這張從山頂動人 進化成超級型男的帥造 電視機前的你是不是已經 我的天啊 驚訝到跌倒在地上了 老翁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已經拍出了帥氣照片 你要問攝影師什麼 你說他嘛 對啊 怎麼 你剛才問他 沒有 只是問一下那眼神開始有了嗎 眼神OK 你眼神比較大就好 對 你不要緊張 你剛剛拍照片很好 我們已經找到你很帥的一個角度了 對 很棒 加油 加油 沒有 因為我可能希望你都會變低 不會 超帥的 對... 我們進我們全部開麥拉團隊的 整個團隊來做你 你看 我還找了 我還特別為了你找了更頂尖的 滑行師來 對不對 這什麼 肥負眾人的期盼 老翁換上第二頭服裝 這一次我們想挑戰 留下一張老翁微笑的帥招啦 再過來一點 躺下去 身體過來一點 身體往我這邊轉一點 身體...下半身轉一點 下半身比較好 對 好 躺下去 好 躺下去 靠著 再轉回來一點 打開機 你已經要追到嗎 你已經要重開嗎 可以喔 微笑啊 嘴角要上嗎 對 再上去一點 對 沒錯 就是這樣 對 眼睛要打開 眼睛打開 下...對 嘴角再上去一點點 看這邊 對... 在那邊喔 想到什麼會心理想 選一張快打開 老翁好像快顏面失調 五官完全不聽使喚 無法笑得很自然 預備的老翁 拍照陷入大瓶頸了 1 2 3 來 我下一個動作 你要笑他喔 好 1 2 3 笑他 好 1 2 3 笑 笑 對 你一直給我夾秀 對 我要看到你的牙齒 我看到你的牙齒 知道 眼神和嘴巴無法同時 達到攝影師的要求 老翁感到相當的苦惱 拼命想努力放鬆嘴角啦 那也會很熱嗎 不會 那你到今天才發現 你是一個笑不出來的人嗎 沒有 我以前就這樣啦 那你都沒有什麼開心的事 會讓你很想放開大笑嗎 在幹嘛 不知道 開心一點 結束了 真的嗎 有沒有開心啊 有 知道 好啦 不好意思 真的假的 真的 老翁 你的嘴巴是被三秒蕉 黏住了嗎 笑有那麼難嗎 你看放鬆嘴角微笑的你 是不是很迷人呢 以後記得多微笑喔 一張照片 蕴藏著一位偉大母親 對子女不敬的愛 我希望能夠就是 拍張我們的全家福 孩子還這麼小 那我怕他們以後會忘記 媽媽的樣子 她對子女無盡的愛 支撐著她的生命 讓所有人感動萬分的故事 即將登場 第三位 今天大家心情一定會有 坐雲霄飛車的感受 馬上來看看我們的第三位 第三位呢 可能要進行一個比較 換一個心情進行 我們知道呢 世界名畫蒙娜麗莎的微笑 那是世界名畫 聽說那個名畫呢 她厲害的地方在於 你跟她一個保持一定的距離 在看那幅畫 隨著移動的時候 你會覺得她眼睛一直在看你 喔 那個經典 那經典在哪裡 經典在當初做畫的這個畫家 達文西啊 她運用她的筆觸 把她的眼睛畫得非常的立體 所以你看走到哪邊 會覺得眼睛隨著你在轉 這就是她經典的原因 蒙娜麗莎的微笑 現在今天我定義為抗癌媽媽的微笑 這個媽媽呢 得了癌症呢 也相當長的時間 然後今天媽媽報名的呢 我們通常看到呢 全班的人 或者是全店裡面的人報名 今天呢難得看到 全家的人來報名 而且是全家族喔 所以呢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有人拿著圖板啊 上面寫著 雅萍家友 秀起來給大家 全部都是她台中的好朋友 來歡迎他們 果然真的很感人 那我們看一下呢 來自台中這一大家族 親朋好友 給他帶來什麼樣的故事 好不好 來 請看 如果你的生命 只剩下三個月 你會選擇留下笑容 還是悲傷 一位母親 用愛延續生命的故事 現年三十六歲的張媽媽 一直都是個 樂觀開朗的鋼琴老師 有一個四歲的兒子 與兩歲的可愛小女兒 應該是享受 當媽媽喜悅的幸福時刻 一切看似開心美好的 人生願景 卻在一次的就診檢查之後 完全變了掉 原以為只是個小毛病 但沒想到 得到了檢查報告 卻是肝癌末期 我覺得 我的生命才剛要起飛 我的孩子還這麼小 我覺得 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子的事情 我一直想 為什麼會是我 可是 他就是來了 面對突如其來的無情宣判 讓張媽媽完全無法接受 想到兩個年幼的小孩 想到再也看不到他們可愛的笑臉 內心的衝擊與難過 讓張媽媽幾乎天天以淚洗面 當時我真的是每天一直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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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直到有一天 我的孩子告訴我 他喜歡看到小小的媽媽 他不喜歡看到酷酷的媽媽 這時候我知道我一定要振作起來 因為我要用更多的時間來陪伴他們 因為孩子的一句話 讓張媽媽了解自己必須堅強起來 為了兩個寶貝兒女 他不能這樣被擊垮 他要用微笑來面對接下來的人生 從宣判裡來到一年後的現在 他想留一張照片給他的孩子 讓他們看見媽媽微笑的樣子 其實現在讓我最捨不得的就是 我這兩個可愛的寶貝 也是讓我最放心不下的 那我女兒才兩歲多 這個時候是他們最需要媽媽的時候 我真的很希望能夠陪他一起長大 如果他們現在已經長大了 該有多好 我就不用再這麼擔心 從當初一生宣判 只剩下三個月生命的張媽媽 憑著那份為人母的意志力 如今一年過去了 雖然張媽媽的身體狀況依舊沒有改變 但是能夠支撐她繼續走下去的 就是她最牽掛 最不捨 也最愛的兩個寶貝 看到張媽媽若是勇敢樂觀地 面對她的女生也行了我們 還有什麼比擁有生命更加重要的事 還有什麼比擁有愛更值得珍惜呢 我們相信不管張媽媽在哪裡 她的愛永遠不會消失 所以這是一位抗癌的鬥士 她很珍惜她最後的生命 那今天呢她跟全家人要一起 來見證這美麗的一刻 今天很多家人來嘛 對不對 今天她帶了她一家人出來 歡迎張亞萍小姐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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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的看來媽媽張亞萍 帶著她的先生 以及兩個小寶貝一起來 來 最熱心的掌聲 亞萍好 好 謝謝 你好 謝謝 你好 你好 是 這個跟我們家的結構好像 也是一個 也是個兒子 一個女兒 然後我的兒子不到四歲 而且女兒不到一歲 比他們剛好各小一年 結婚應該比你們少一年了 你們結婚也是最近的事情嗎 這四年四五年前 五年 五年 五年前 你們全家從台中來 是啊 誰幫你們報名的 還是妳自己報名 我自己報名的 出發點是為了什麼 我希望能夠就是 拍張我們的全家福 然後就是我覺得孩子還這麼小 那我怕他們以後會忘記 媽媽的樣子 我們可以直接問妳 當初醫生跟你宣布這個病情的時候 有把期限都講出來嗎 大概他說不會超過三個月 只能活三個月的肝癌 已經到了末期了基本上 現在能夠撐到一年 絕對是一個愛的力量 甚至於可能 老天爺決定讓他們多相處一段時間 我很感謝上天給我 那麼多那麼多的三個月 然後我希望 未來還是有很多很多的三個月 讓我們繼續陪伴他們 必須陪他們亞萍 然後隨便讓小朋友一起長大這樣 每天都活在有沒有明天的 這種情況下 自己壓力會很大嗎 其實我沒有去想那麼多 我覺得我們不要 妳越想的話 妳的心情就會越沉重 所以我想說 妳不要想說我們還有明天 對 我們是要一直永遠永遠的 對 聽說妳 亞萍辦過生前告別的事是怎麼回事 是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我特地選在我們結婚週年的那一天 來舉辦這樣子 那我覺得 告別是他還有另外一個意義 他要告別我的病痛 要告別我以前所有不愉快的過去 所以他也是一種祈禱囉 是 也是希望利用大家的祝福囉 對... 看能不能像剛剛先生講的 再多幾個三年對不對 一定會再多 多幾個三個月 好多好多個三個月 好多個三個月 因為 因為電視機前面可能有很多 正在病房裡面留守啊 或者也是盼望的一些病友 妳是 這三個月妳是靠什麼撐過來的 我覺得愛的力量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很感謝我的家人 跟我的朋友 就是一路上陪我走過來這樣 其實我今天是 其實我還在住院 今天是跟醫院請假出來的 妳現在的狀況 都必須要住在醫院裡面 我就是 妳可以告訴我們現在目前 到今天為止 剛剛好7月9號 是 請問目前的狀況如何 醫生是告訴我 就是沒有任何的治療方式 那現在其實醫生已經兩度 請我進去安寧病房 可是我 我不願意接受 因為我覺得 我還沒有準備好要走 對 好 再我們繼續往下聊 我們可以先問一下 妳現在目前站這樣會不會累 不會 可以 可以喔 可以 妳現在已經是沒有任何化藥 可以去治療 對 沒有接受像標靶治療這種 沒有 幾乎就是沒有任何的治療 那 除了就是靠馬菲治痛 其實你們看 我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帖子 它是就是馬菲貼片 那每天就是靠馬菲貼片跟治痛 對 就是這樣子維持 因為肝是不會痛的器官 是 所以會痛的話其實基本上已經 它已經就是已經夠大了 不是 它已經整個腫大 然後壓迫到旁邊其他的器官了 那先生 妳自己給太太是怎麼樣的鼓勵 在旁邊 其實我也常跟她說 我們要堅強一點 所以她才會想說 要留給小朋友一個 很不錯的一個 一個永遠的印象這樣子 可能因為這段時間來 其實她的痛苦 她的辛苦 只有我最了解她 對 其實她在治療的當中 其實是很痛苦的 然後很不舒服的 對… 然後我希望她還是一樣 憑著這一股力量 繼續加油下去 然後我希望大家給她一些祝福 然後讓她有一點勇氣 更大的勇氣繼續走下去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全家福的照片 好不好 所有人 所有的家族都在期待當中 先看她的一張獨照 我們這節目特別為她準備了一張獨照 同時還圓了她的一個希望 拍得非常難得的全家福 各位看這張精采的獨照 好不好 獨照就在後面 準備好 媽媽應該很少拍這樣的照片 對不對 鴨餅 是啊 一 二 三 好美喔 好美喔 喜歡嗎 喜歡 先生喜歡嗎 快認不出來 這是妳太太 來 有沒有看到媽媽在那裡 有沒有看到媽媽在那裡 漂不漂亮 漂不漂亮 有 換一位 妹妹 有沒有看到 那是媽媽 漂不漂亮 漂亮 謝謝 好啊 誠哥 來 老師我們 來看一下 這張照片 背後有很多不一樣的意義 我想 有很虔誠很堅定信仰的 何榮大哥 來 鼓勵一下 亞萍我剛才真的有幫你們家全家禱告 真的嗎 謝謝 然後我覺得其實你給所有看到這個 節目內容的觀眾一個很好的鼓勵 就是說呢 生命中有時 但是 堅持到最後一刻 因為你的故事其實讓我想到 黑人之前拍的那個 Love Life的那個影片 那有這麼多的抗癌小鬥士 他們不放棄他們的生命到最後一刻 也許有些人還留下來 有些人還 有些人可能就先走了 可是他們留在我們心目中 那個 那個最深的感動 是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消失的 而且呢 你這張美美的照片呢 我祝福你 當你的兒子女兒二十歲的時候 他們陪著你一起看這張最美的照片 謝謝 加油 謝謝 你要活在盼望當中嗎 一直要有希望 不要管那個時間的長短 活在當下 是 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我可以講一句話嗎 就是 我的家人裡面 然後也有一位親戚 她是得了癌症 然後那時候被判是 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也辦了一個 就是生前的告別式 可是我覺得在這種非常就是無助的時候 其實希望跟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我那位家人後來呢 就是不但超過醫生選盤的時間 到現在已經有五年的時間 她還陪在我們身邊 所以我覺得你一定要有那個信心 尤其是今天看到這麼漂亮的照片 你要一定讓你永遠這麼漂亮的樣子 一直留在配你的小孩旁邊 謝謝 加油 謝謝 哲音 你看完他們的故事 還有這張照片後面的一個精神 感覺 因為我覺得亞萍她其實很樂觀 然後就是因為整個家庭給她的愛 然後加上她的樂觀 我覺得可以支撐她很久很久 要加油 不能放棄 對啊,我們還是有希望吧 我們給一個抱抱好不好 加油 對啊 可以的,真的 你要每一天起床 你都要跟自己講你可以的 你一定要這樣相信 我想說一下就是... 來,依蓉 就是我要跟你說一聲謝謝 因為我覺得在你身上 我覺得... 因為我突然想到我昨天跟我媽打電話 我還罵她 但是我覺得她很吵或什麼的 那我覺得... 就是... 就是在你身上我發現 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當... 發生了以後才會覺得來不及 但是我覺得這個時候 看到這一集的觀眾朋友 我覺得很多人都會發現 就是他們要把握時間 然後就是當他們就是... 用他們... 有的時間去好好的愛身邊的人 然後我跟你說謝謝 因為我等一下會打電話 跟我媽說不好意思 全家福的照片 全家福的照片 來,大家一起來看看好不好 來,請看 有你們耶 你趕快過來這裡啊 一共有三張 第二張,請看 夫妻 結婚了五周年沒有看過這麼甜蜜的照片 第三張 跟兩個小寶寶 拍手 那今天有很多爺爺奶奶來是不是 爸爸媽媽 有爸爸媽媽 對,我的媽媽跟公公婆婆 可以請她上來一下嗎 我媽抱一下,好結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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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呢,一年下來呢 其實家族所有身邊的親朋好友 都能夠非常地體... 體認你的狀態 而且非常理解你的狀態 甚至於也分享你的心情跟成長 那身邊的 屏輩我們可能可以想像 我們可以用很多可愛的方式去面對它 可是家長呢 尤其妳嫁到這個家裡來 現在都跟公婆住在一起 對不對 是不是 公婆對妳有什麼樣的感覺 好不好 現在 妄姨說可以再來... 來扶起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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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媽媽為家庭無盡的付出 在婆婆的心中 已經是一百分的好媳婦 這樣的愛 也溫暖地傳遞到我們的心底了 在聯繫的過程中 我們得知張媽媽為了兩個寶貝們 詳細地記錄了每個成長的過程 但唯一遺憾的 就是一家四口 從未拍過全家福照片 因此 我們為了一元張媽媽的夢想 也同時邀請了爸爸 與兩個可愛的小寶貝們 一起進棚拍照 拍照當天 兒子家家與小女兒美眉 當起了小小攝影師 為準備拍照的媽媽 記錄了每個美麗的過程 拍下媽媽最美的樣子之後 接著就是全家福了 小女兒開心地換上 宛如小公主般的裙子 一家人幸福的模樣 也讓我們深深地感動著 這是我們的那個 好美呀 你看 看不開心 媽媽 爸爸媽媽為寶貝兒女們 整妝之後 在準備拍照之前 小女兒貼心地為媽媽 戴上和她一樣的手環 跟你戴一樣的 你的腰帶起來 你的腰帶起來 兩個小寶貝雖然不知道 到底在拍些什麼 但是她們可愛的臉毛 可是扼殺了不少底片 親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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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拍攝全家福照片之前 為了能讓小朋友 不再那麼僵硬 張媽媽哼唱了兩個寶貝們 最熟悉的一首歌曲 我不會騙 你是我沒騙 好希望 真正把你請 萬日一首歌 萬日在晴 萬日看不見 萬日說一句 萬日說一句 在拍照過程中 我們感受到 與孩子家人們相處的 每一分每一秒 對張媽媽來說 都是相當寶貴而珍惜的 從她的笑容 從她的眼淚 從她的眼淚 我們都感受到 她滿滿的愛 希望結婚 可能 有可能媽媽已經 在這個世界上了 那 媽媽 媽媽真的希望 有能夠 活到的心 因為媽媽真的很愛 很愛你 對於一路走來 互相扶持老公 張媽媽的心中 也充滿了感激 也不捨 謝謝 很感謝她 就是一路上陪我走來 其實 我知道她也很辛苦 那 那 就是 我覺得 你知道 你這兩個小孩子 是我 最割捨不下 最棒不下的 那 以後 你一定要幫我好好照顧她 如果未來有緣分的話 其實 我還是希望能夠 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因為 我希望 自己一個人 都不能難過一輩子 堅強勇敢的張媽媽 從她臉上的笑容 讓我們看見了 一位媽媽 最深 最深的愛 當然我們 每張照片後面都有不一樣的故事 但是 評審們 你們自己憑感覺 看這照片 改造 然後自己心裡的一些想法 我們來評判一下 現在呢 我們即將選出今天的 照片 今天這個照片的意義 通常我們選擇的是落差最大的 那我們今天選擇意義最 意義當然他們最特別啦 我想觀眾朋友看到這邊都會覺得說 那不給他們給誰 我想觀眾會諒解 這個不用再多說了 這一張我們就送給他 我們選這兩張就好了 好 我們送 我們製作單位送兩張 應該有所謂的 因為今天 今天這個派了他們來 因為他的故事會絕對發人深情 尤其他利用了這一次 這一年當中 所有有空閒的時間 沒有在教課了嘛 對不對 他也... 他沒有在教課的時間 除了顧孩子之外 到各地去演講 分享自己生存生活的經驗 目前演講了幾個場次啦 沒有很多啦 沒有很多啊 對啦 我想這個那種親身的經歷 跟大家分享是最實在的 這張照片我們今天好不好 待會兒我們就不說了 我們這個沒有辦法比 因為只要你參加的一天 你只要參賽的這一天 我們永遠追不上你的腳步 因為你跟... 不是在跟我們在競賽 你是跟上帝的時間在競賽 謝謝你 給他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這張照片我們就送給他了 加油 謝謝 另外就這兩個 尤其這個照片 又是今天的一週年 我們的癌症之後 能夠存活的時間 已經到了一週年 剛好送給你做紀念 同時還加上那個全家福好不好 謝謝 希望你們全家喜愛 也希望你小朋友 永遠紀念你的獎獎好不好 謝謝 好 送給他們 謝謝 謝謝 好的 那接下來 音樂馬上轉換一個情緒 我們現在比較關鍵的就是這兩位 要選出一位 尷尬了 我們的北京猿人 老翁啦 老翁 北京來的老翁 對上這個呢 非常自閉內向的彭彭 無雙樂團的鼓手 這兩位誰能夠得到今天 明星開妹拉這張照片的肯定 讓他帶回家做紀念 請評審準備討論10秒鐘 勇於突破自我 挑戰性感俏麗的彭彭 能夠獲得評審的青睞 還是徹底改頭換面 變身時尚深色的老翁 能夠帶走自己的美道呢 彭彭的話 我們覺得他是就是 拋開了很多東西 因為他是一個很害羞避暑的人 然後那個老翁的話呢 他是100... 應該是360度大轉變 然後已經跟完全不一樣 以前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經過我們剛剛討論的結果 彭彭,不好意思哦 你也知道他變那麼多,對不對 以後也不太可能 就是老翁獲勝 翁成瑋,恭喜老翁,謝謝 這張照片送給你做紀念 可以帶你家的牆蕩當地址 好不好 歡迎猜 恭喜你啦 請繼續維持 可能你不喜歡 但是我覺得這樣 我們自己客觀地覺得 你人緣會增加很多 好不好 每個人一輩子 不管他再怎麼怪 不管他遭遇再怎麼樣 都有美麗一次 帥氣一次的機會 剎那即是永恆 我希望今天呢 給大家做非常深刻的感受 再來謝謝今天所有的參賽者 非常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彭彭 謝謝朋友,謝謝 謝謝亞萍 紅龍大牙化身性感舞姬 嗆那對槓啦 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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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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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國石 黑人挑戰性感聖法 但是沒想到完全走樣啊 Ó 犯法 會很難 請問是 是在復健嗎 有人抱著一位少女在復健嗎 換你 這位在搬瓦斯的朋友 你覺得你又好到哪裡呢 可以去哪裡 他是文靜乖巧的上班族 實版的套裝 不只演的裝扮 經過搶救之後 竟然也能變成超演演惹火名魔了 新突破 新視覺 新的顏色搭配 新震撼 LADY GO BABY 我覺得他的姿勢好誘人 他的姿勢好棒 他是氣質優雅的音樂老師 長髮飄逸 穿著中規中矩的音樂老師 沒想到竟然也能出乎意料的 性感大解放了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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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在偷拍嗎 爸爸 學長 太正了 正翻掉了吧 天啊 不要 寫完 可以